所以一般众生死了以后 就是中阴神 中阴神自己去找父母 他又去找身体 找身体 不由自己的意思 如果有自己的意思 一定会找富贵人家了 一定找好地方 不会到穷苦人家里去 也不会到出生岛 到误会岛 他怎么会到那里去 他是 他自求父母 灭力在做主宰 没有他自己选择 他去投个猪胎 他所看的个猪 他非常喜欢 看了个母猪是美人 他起了爱心 他就躲到人去了 钻到猪肚子里面 做胎了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后悔莫及了 他就得要忍受了一生 所以说是 头身母福 奉会之处 借成 作然罪业之体 这是讲六道众生 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 干这种事情 我们不知道干了多少次了 无师接一来 就干这个事情 深深深深 我们自己不能不承认 这是事实真相 这一生当中 学佛了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不想再干了 那我们到哪里去呢 念佛到极乐世界去 到极乐世界去 临花化身